问我理由是什么我就会说 其实我觉得养一个生命啊 无论是乌龟啦狗啊猫啊什么都好 它都是一个生命教育 金钟儿哨主持人王柏源 同时也是悠悠家族的猩猩哥哥 不仅和小朋友有良好的互动 私底下也是位毛霸 养了一只超可爱的小贵宾花贵 从小就和宠物一起长大的他 非常喜爱毛小孩 也认为从小和宠物一起生活 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一起来看看他与花贵的故事吧 我们家花贵呢是稍微比较 高敏感一点点的宝宝 我们家有四只小狗嘛 有一只是马尔基斯 一只是花贵冰 然后有一只是那个黄金猎犬 另外一只是笔熊 然后呢花贵就很明显 在这四只里面 它是属于情绪状态 比较波涛汹涌一点的 就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心情不好 有的时候心情会大好 就是你可以从他表情就感觉得出来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他比其他狗狗更容易查验观色 他会发现说 你好像比较喜欢我做这个动作 你比较喜欢我听这个指令 以至于他做的事情都会比较贴心一点 他每天其实戏也都蛮多的 然后他呢就永远是在演穷妖那一种剧情 例如说睡觉的时候他一定要黏着你 就是黏这边也好 黏这边也好 然后呢 黏着黏着是不是会很热对不对 然后你就再往外挪一点点 他就会黏过来 你再往外一点点 他就会黏过来 我常常床这么大一张 我睡到最后都只剩下这样 他喜欢吃猩猩形状的饲料呢 是这样 就是一开始呢 我就有听我姐姐说 什么饲料品牌是很高级的 幼犬一定要吃那一种 然后我就想说 好吧那我就买了一大包回来 所以买了一大包回来呢 一来是他不喜欢吃 二来是他吃了之后就会一直软变 因为里面有含 那个叫什么益生菌之类的 然后他就会一直软变 我就在想说 好像是不是不太适合他 我就赶快来上网 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品牌 它上面有猩猩的形状的饲料 可是我不是因为他猩猩而买 是因为我姐姐说 哦这是羊肉口味的 那说不定 他就会比较愿意吃 大家应该都知道 贵宾狗就是蛮挑食的 我想说 可能口味比较重一点 他就会吃 结果呢 我就买回来之后 哎他爱吃了要命耶 然后至此之后 他就是都吃惺惺的饲料 我们找了一间旅馆 他上面就写说 哎狗狗是不可以上床的哦 你只能让他睡在地上哦 我就想说 好吧那就让他睡在地上 可是因为平常他是睡床上的 结果呢 他那一天呢 那个床啊 大概有 也快要100公分哦 我棉被盖上的时候 他就跳上来了 我超傻眼的 他简直就是跳高选手 他那个时候才多大啊 大概五六个月 他就可以直接跳上来了呢 然后我就很对不起 那个店家 我就到最后是我到地板跟他一起睡 就是你的心里面会有一个牵绊 以前啊我如果出门啊 出三天外景啊四天外景啊 我眼睛也不眨一下了 我就答应了 我就去了 可是现在呢 我可能还会问说 哎那能够带狗吗 现在所有制作单位都知道 现在有我就会顺便需要有一只花柜这样子 其实养狗狗跟养猫是真的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狗狗呢 他真的就是相对而言 就是24小时就是黏着 然后他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可是其实关系就是这样啊 就是你跟妈妈也好 跟情人也好 就是有麻烦才会有情感交流 那有情感交流才会真的有爱的交流 一开始的时候养他呢 我还会想说 我有办法就是真的这么爱他吗 我有办法承担起一个爸爸的责任了吗 然后养了大概两个月了之后 你觉得他有一天会离开你的时候 现在想一想就会有点小难过了 花柜这八个月里面呢 也有拉肚子过啊 他也有不舒服过啊 他也有心情不好过啊 那甚至未来他可能会面对到他 有可能会离开我们这样子的事情 对孩子来讲这都是一个练习 有一天如果这个生物离开我们的时候呢 其实要怎么面对说再见这件事情 其实也都没有人教 孩子自己面对到他真的处理完了之后 他也比较明白什么叫做说再见 那如果有一天是真的亲人走掉的时候 他也比较知道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支持任养不弃养 让爱有希望 好